诶 张总 合同的事还有得谈 您看 这是我给您带的礼物 给个机会咱再聊一聊 好不好 警告你别缠着我了 别再这样我就喊保安了 喂 老板 我真的尽力了 张总的合同我实在签不下来 您看 我对这地方也不熟悉 能不能先回来啊 回来个屁啊 搞不定藏总 你直接打包东西回家吧 淡淡 真是你 看半天了 我都没感应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 你是 来提前联系吗 我好去接你 那个 还带什么礼物啊 等等 不是 我都以为你忘了我们的十年之约呢 当时我被狗子欺负 还是你帮我出头的呢 后来你说 明天就要去大城市打工了 而我要高考 以后怕是很难再约到 一块完了 十年以后我肯定是个大老板 到时候你来我公司上班 什么都不用干 就陪我打游戏 你不信啊 那咱们来个十年之约 十年之后不管你在哪儿 我这个大老板 过年都陪你打游戏 外面了 先回家 你弟妹做饭可好吃了 好 媳妇 这是蛋哥 蛋哥啊 我经常听滴滴提起你 我再去弄两个菜 你们一会儿多喝点 我就不客气了 怎么有纸条啊 那个 我还是去买两个米的 以前我们俩经常吃的 这个太贵重了 死不死过 等我一下 咱们回味从前 别了兄弟 就吃这个吧 听我的 听我的 对不起兄弟 十年之约我早忘了 其实我这次来 是来谈合作的 这但要是签不了的话 我工作就没了 我看我还是先回去吧 没事 你就安心待着吧 蛋哥 大过年的 咱把工作放一放 喝点小酒 放松放松 行 等我一下 张总 蛋蛋 机嫌是我态度不好 我向你道歉 拿合同吗 扔着干什么 张总 有字叫淡淡的吗 你硬不硬上 知道啊 这两天癫癫缠住我 想让我订他们的产品 搁饭了 那我不管 他是我兄弟 你得给我这个面 要不严以后得合作面 哎 地中别别别 合起生财 合起生财 那你赶紧来我家 把合同欠了 谢谢啊 弟弟 这回真是帮了我个大忙 为了我们的十年之约 我帮你个小忙算什么 今天晚上咱俩不醉不轨 我先见过了我 我先见过了我 你过来 我先见过了我 我先见过了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